hello大家好,这里是今天游戏发现,我是雨时依 我是卡卡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羞耻的寿女时代 是这样,因为就最近你知道天气太寒冷了 我缺有一些温暖 而且是那种不用动脑的温暖 然后我就掰,很久没有翻过的台湾偶像剧翻出来看 然后我第一部翻的呢,就是这个 在我的台湾偶像剧历史上排名第三 它是靠BGM做的好 机身第三的偶像剧海图丸恋人 虽然海图丸恋人是在我的台湾偶像剧排行榜上只排到了第三 但是它的男一号在我的择偶 曾经在我少女时代的择偶列表里面是排名第一的 现在不在吗 这就是今天的核心主题 人长大了 你喜欢的东西是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好,现在跟大家复习一下海图丸恋人这个偶像剧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他讲的就是由张绍涵饰演的女歌手 中小刚吗,但是女二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女二 就徐杰儿扮演的那个大明星沈曼庆 每次叫起来中小刚还蛮好听的 好,说远了,说回来哈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当年的这个男一号徐泽雅 是如何成为我的男神榜第一名以及现在他为什么又不是了 是这样,其实这个角色一出场呢他并不是特别的吸引我 因为说老实话举绍阳的颜值并没有很顶尖 我还蛮喜欢他的 尤其他侧脸这样拍 他侧脸是好看的 60度角 但是我小时候也没法欣赏侧脸呢 他不能正脸拍,他60度角,然后微笑起来的样子 真是太迷人了 可以了可以了,好,就是这样 对,他确实有很好看的角度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有被他的外貌所迷惑 好,那么我跟大家讲 他这个角色出来第一个吸引我的地方 你知道是什么吗 温柔 错 学历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我的少女时代 我的小时候我还在读书 是吧 虽然我脑子也还可以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觉得剑桥是一块挺好的金字招牌 就是名校出身 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点现在对我是什么感觉啊 就相比起他是什么学校出身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对 所以你看就是人长大了就是会被这个 以前还会被这个名校的金字招牌所吸引 现在就是学多了知识就知道名校里有很多不咋地的人 对吧 就是也不会被这个所迷惑了 这是第一个他吸引我的地方 好 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呢 就确实是这个外形了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也都是这样 就是我还挺喜欢把西装穿得挺好看的人 虽然咱们以现在的目光去打量当时许少阳饰演这个角色穿的那些西装 可能不是那么的合身 但是在当时我认为许少阳是把西装的那个感觉是穿出来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真的很少数的从头到尾都戴着眼镜的偶像剧男主角 他戴眼镜很好看 对就是那种斯文的感觉 所以我就是想说他整个穿西装戴上眼镜出来的感觉就是一个名校出身 温文而雅的精英 是吧 说实话 我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男主的 我认为他这个男主的剧本不太对劲 很容易很容易把霍天华那个角色误认为是男主 对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偶像剧不会有这种温柔的感觉 不来事的不会对着女主吼的 男主 对 对 最一般是男二的角色 这也是我想说的 你不知道当时你太棒了坎哥 你真的是我好朋友 你不知道当时我在我的少女时代我观看这部偶像剧的时候 因为以往嘛 因为我就是喜欢温文而雅的那个时候啊 当时我一看看了这么多偶像剧之后 我发现 妈呀我终于堵队了一回男主 我终于喜欢上了一回男主 以往我都是喜欢男二你知道吗 嗯嗯 自此又对《海队玩恋人》这个剧有一些深刻的感情 好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它吸引我的点 唉 那个时候真的是年少无知 真的是年少无知 那个时候就是她的这种总经理范儿 这种能力 太羞耻了 妈呀 是这样的 就是 她出现的第一个场景呢 就是她去到自家电视台的这个年度大碟的发布会 嗯 里面就有一些 你知道就演出来一些记者啊 非常挑衅的提问 啊 你这个 常年都待在国外呀 你刚从国外回来 你会不会就是对电视台不够了解呀 然后呢 她的应对呢 就是面带微笑 非常有范儿的应对说 我跟SCT 从小一起讲大 那你说 我对SCT熟悉会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总经理 小时候真的没有见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关术语 就迷上了你 我现在 我现在可以讲10楼框 但是当时我确实觉得应对的还不错啊 老实说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 这也是一个挺漂亮的回答 她这个回答确实是要比你看的什么微笑pasta呀 要回答的好 我能理解你 对对 为什么会喜欢她 就是说 就是这个这个电视剧也很良心 就是老是设计这种她很有这个能力的片段 然后呢 比如说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 当然这这只是一开始比较有能力的片段 后面后面当然有疑惑啊 这个时候小时候就有的疑惑 当然给大家讲啊 就是第二个展 特别展示她能力的片段 我觉得直到现在啊 仍然有借鉴意义的 这个就比较正式了哈 就是因为她是空降的总经理嘛 新闻发布会之后就要开会 霍建华饰演的男二钟小刚 作为年度大碟的这个负责人音乐总监 肯定就要去开会嘛 对他们的这个要选新声音这件事情 有了一个定论之后 钟小刚就跟他示威嘛 你知道像这种有才华的大将 肯定要跟新来的主帅 也要有一个这个交锋嘛 然后他就跟许泽雅说 我还是不喜欢空降幕式 许泽雅就是一副 真的 霸道总裁你得这么演 随随随便便就被人引起那种无能狂怒 是不行的 许泽雅就是这样很笑了一下说 什么叫做容忍的哑量 朋友们就是你当领导 你一定要有一副宽广的心胸 和一个很高的这个情绪预知 你才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人 这种回答对于钟小刚这种无能狂怒的人来说 非常适合 他感觉好像我本来以为 一拳打在棉花上 对我本来以为我们要激烈的交锋 就没想到我不 就是能力这个方面 这两个场景 我认为是开头变得比较成功的 但是接着在后面的 后面的一些细节上 关于他工作能力的 比如说他在车上让他的特助 用最简短的语言给他介绍一下辨试台的情况 以及在他跟钟小刚的会开完了之后 他的特助又走进来跟他说 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 这个会是关于董事们要决议 卖土地来支持今年的年度项目的 我整个人就很崩溃 就是你去到会场的前一个小时 才让特助跟你汇报这个电视台的情况 你一笔上亿的土地拍卖 开会前一天你才知道 而且他的反应是 爷爷没有告诉我 就很不合理 那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看不出来的bug 但现在你真的是一眼过去全是塞的 我看过有一个片段是 张绍涵去世音漫步云端的时候 他本来是在和 就是 哦对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张绍涵本来是在和 银行的副总谈判 然后他自己就完全丢掉了那个 对 合作伙伴就去听女主唱歌了 你看我小时候还是有警觉的 我小时候就觉得这样不对 所以说整体来说 就他的能力我认为 整体还是在偶像剧的这个强凹的水平里 现在的话 你一看过去 这个总经理的工作能力和这个 工作逻辑都是一团乱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现在他也没有办法靠能力吸引到我了 然后第四个 不瞒你说 我也曾经进入过命定感这个坑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两个在小时候就是属于那种 在修道院里面就双双一孤儿的身份相遇了 小徐泽雅也是一直照顾小一天边 就这种感觉 所以小徐泽雅先被领养走的时候 先被徐家爷爷领养走之后呢 他们两个就一起在修道院的教堂里面做了约定 就是说小徐泽雅一定会来揭小一天边 就是说小时候有这么一段露水般的相遇 我小时候呢不一定很吃这些东西 但是呢我确实要承认就是我现在往回想 就是你小时候其实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求自己特别嘛 就求存在感嘛 如果一个偶像剧给了你这么一个命定感 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有一种命定的联系 就代表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特别的联系 这个也是能彰显你自我存在价值的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命定感这个套路 我是在偶像剧里面很常用的也很好用的套路 所以我现在肯定也不吃了嘛 就什么命定啊是吧 没关系我的存在不需要别人的加持 自信的女人最美丽 那第五个呢就是情感处理 徐泽雅就像卡卡说的 她其实从她的性格来说 她不是当时流行的偶像剧的男主角 她的风格其实是温文尔雅支持陪伴这种风格 其实是男二的风格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她能够成为我最心爱的男主 就是因为她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相对于一天边的事业 就张少海那个角色的事业来说 她是一直都是那种默默的支持的 就是这种支持和陪伴型的这种感情 对就很杀我 很杀我啊 再加上你想她的外型又是穿西装的温文尔雅的 六十度角 学历又高 能力又好 人海温柔 然后呢还愿意花时间来支持陪伴你 是吧 她拿这个第一名 理所应当吧 就是我觉得这是她第一个就是情感处理 我觉得做的好的部分 好现在我要来说她当年就让我很疑惑的部分了 就是她当年呢 在知道了自己其实是顶替了一天边被收养进徐家 其实一天边才是徐家真正的孙女 她就想方设法想要让一天边回到徐家 要把这个是吧 徐家公主之位还给她 是的哈 但是她采取的方法我认为非常蠢 是什么 就是她跑去跟那个徐家爷爷要求 让她认回来 然后徐家爷爷对她的期望本来就是我领了一个男的回来 这个男的呢我给她好好的教育长大 然后我就让她嫁给我的另外一个孙女 因为一天边是她儿子的私生女 所以呢她就想让徐泽雅娶她的这个就是有法律身份的孙女 对 然后呢她们家那个有法律身份的孙女 徐珊妮又喜欢她 然后徐珊妮呢就跟她提出了假订婚 把一天边迎回徐家 她居然答应了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悔三观 就是你不用问一下女主的意见的吗 女主也心里很知道她根本不受那个徐家欢迎啊 你都不用问一下女主意见 你就自己这样一厢情愿的 而且还在你跟女主的感情已经萌芽的时候 是吧已经有迹象的时候 你就一厢情愿的做这种安排 然后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她情感处理非常糟糕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女主姐姐患了绝症之后 女主姐姐其中一个心愿就是要跟男主徐泽雅真结婚 男主也顺从了 这个情节也很傻缺 就是说我会觉得即使女主姐姐患绝症了 即使你们想要为她做点什么事情 我也不认为应该以这样一种 完成所谓的她的美梦的这种方式去 我认为尽管她自己也心知肚明 那是一场自欺欺人 即使她自己愿意自欺欺人 我也会觉得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不尊重 我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情节 我就挺个应的 然后当然编剧也很聪明 她其实是在她们结婚典礼最后的仪式 要戴戒指戒指戒完 就代表着这个仪式阶段性的完成的时候 女主姐姐就倒下了 就没有戴上戒指 对男主还是艰难的维持住了她一婚的身份 可惜啊 这就是我羞耻的少女时代 排名第一的偶像剧男主角色的分享 整体来说 在学历 外形 能力 命定感和情感处理这五点上 直到现在 依然能吸引我的 其实也只剩下情感处理的这个部分 就温暖陪伴和支持的这个部分了 人嘛 长大了之后 连外形都没啥讲究了 就是这样啊 我对外形的这个要求 目前只剩下干净整洁 也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就是这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或是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还会有别的 我的男主列表和我的偶像剧列表 还有很多宝藏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一期开始 跟我一起重回羞耻的少男少女时代 也跟我一起踊跃地讨论一下好吗 谢谢大家 爱你们又